這個是串料男紅的錦鯉荷花 那這個的話我就是賣便宜一點 但是就是我就是主要就區分尺寸 然後像這一手的話 現在檯面這些的話就是一個是150 隨機出貨 就是不挑顏色我就是隨機出 蒙著眼睛出貨 隨手出貨 但是都很漂亮 冰飄的話 荔枝洞有荔枝洞的美 這是霧面的齁 然後冰飄有冰飄的美 肉色有肉色的美 都好看 那像這個它是做通孔 然後做通孔 然後它的雕工的部分的話就是還蠻 雕工的部分很細 你看連這個臉蓬都有雕 這個男紅這種自帶高級感的你看 你看 就是你這樣子搭的部分的話 再搭一個小排排就好好看 對 搭一個排排就很好看了真的 真好看 自帶高級感 然後另外還有分幾個尺寸出來 嗯 我放旁邊好了 哇這個 這因為我怕搞混 我剛剛稍微分出來了 這個是比較大的 比較大一點的 等一下尺寸的部分 大約的尺寸會寫在內文裡面 你們再看一下 大的部分的話 這個一個是120 我說錯了不是大的一個是220 這個是150的 然後另外還有小的 小的小的在這邊 小的大概就這樣 小的還有 小的一個多少 看看 小的一個是120 小的一個120 然後另外還有 還有珠砂點 真好看 都各有特色 大概量一下吧 小的部分的話 可能寬度的部分 大概是14、15左右 長 對孔的部分的話 可能是20左右 19到20 大小 這個小的就比較小 好那這個中的這個 150的話 這個是對孔大概22左右 寬度大概是17 然後大的這個的話 大概就是 對孔大概26 寬度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 18、19 這樣 然後另外還有一手 就是這一手的話 就是我挑起來的 特價 這個特價的 我這個價格還沒訂好 這一手是我挑起來特價的 其實的話是 就是這個 有帶一點瑪瑙紋 好那這個的話就是 白粒 白肉粒之洞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 但是它 這個瑪瑙紋部分 飄的地方也很好 這孔的部分 可能有一點點打孔 有一點點崩孔 好 崩孔的部分的話 沒有辦法算在 就是崩孔部分在所難免啊 因為 瑪瑙部分是很硬的 你知道嗎 瑪瑙部分是真的很硬 多少都有一點崩孔 這個沒啥問題啊 這個 丟回去 這個是 這個是大的 這個是大的 放錯了 這幾個吧 這幾個就是另外特價的 也是隨機出貨 其實它也沒怎樣 其實 這幾個 這幾個另外做特價 好特價這一手 你看 但是 我們